大家好,又到了我们兄弟联章好系列课程时间,我是威哥 跟着威哥混,未来一定顺 大家好,我是小白 今天是我们的第23讲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三目运算符 和最后我们学习这么个优先 这个运算符,它的优先级是什么样的 好,我们看一下就这两节的课程大纲 第一个是三目运算符 第二个是我们运算符的一个优先级 那我们先看一下三目运算符 这个之前学的运算符加减成符什么的 加等成等 这怎么又出来一个三目运算符 这个三目运算符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三元运算 也就是说它有三个这个操作数 没有了吗 三个操作,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这个表辞式的一个模板 就这样,x然后一个问号y冒号一个z 这个x就是一个我们说布尔类型的一个表辞式 布尔类型的一个表辞式 就发挥的是一个逻辑词 就是说真和假 一个表辞式 对,对是一个表辞式 这个x代表这个表辞式如果它算出来它的值是处的话 那么整个的三目运算就会返回这个y表达式所得到的值 所计算的值 如果这个x这个表辞式返回的是force的话 那么呢它就返回的是这个z这个表辞式所计算出来的解决 哦 就这样的,所以说是不是有三个操作的一个表辞式啊 哦,所以叫三目,哦,哦,哦,啊,这么来的,哦,在这儿来的 哎,所以叫三目运算,OK,好,那我们简单来写一下吧 哦,OK,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第23桨,啊,我们这里建了一个,啊,Tenor Operator,啊,好,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,呃,简单定义一个数法 比如说一个number,可以吧,好,等于10 number等于10,然后呢,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一下,呃,用这个表辞式啊,呃,首先number如果是大于这个5,是吧,问号,对吧,那么呢,我就返回,返回一个,一个,一个数 叫返回1,可以吧,可以,返回1,否则呢,我就返回0,0,是吧,可以吧,否则呢,反回0,哎,这就是一个这个表辞式了,然后这样分号,这个整个的一个三目运算会最终返回一个值是吧,嗯,最终的返回的值由谁决定呢,是不是由这个,后面这个,1跟0这两个的这个,呃,类型来决定啊,嗯,是吧, 因为它最终接到了值,它只有两个结果吧,呃,要不就是1,要不就是0,对吧,所以这个1,0都是整数是吧,所以这里面我就拿到一个,这个result,是整数的result,哦,OK,好,那我们在这打印一下,是吧 打印一下这个result等于result,对吧,好,我们编译一下 你看,result等1,表示,number是大于5,这个表达是返回的值是处,所以呢,最终这个整个三目返回的值呢,就是1,是吧,啊,如果它,这边改成小于,那它应该返回怎样,0,返回0,对吧,对,它就返回0了,这个表达,哎,这里我现在写的是两个,直接写了两个整形数,是吧,对,这里面是, 可以用一个表达式呢,可以吗,可以,比如说我返回的是,比如说,number小于5,那么我就,number,减减,可以吧,如果number大于5,那我就number,加加,假说,这是一个,也是个自加自减吧,或者说,你说加1,减1都行了,是吧,都是一个表达式,嗯,知道可以啊,OK,等于10, 为什么呢,10呢,你呢,就是,先取值,再减,再加,哎,这里面是,我们是后加,是吧,对,后加,后加,所以说,先把时间复给对照了,自己再加1了,如果打印这number的话,应该是,11了,对吧,就是一个11了,OK,这就是,这个,这样一个运算啊,嗯,所以说,通过这个表达式呢,来, 决定,你是返回的是,前一个值,还是,后一个值,是吧,那我们应该就是说,以后怎么用这个summo,假如说啊,OK,那我们这里呢,有一个这样一个,私立啊,给大家一起看一下,比如说,我们说要从键盘上输入一个成绩,然后我根据这个成绩呢,来判断这个成绩的,所对应的这个分数,是否及格,嗯,对吧,检查吧,现在是一个验证, 一个检查,对不对,嗯,那这就是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音用啊,哦,OK,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实现呢,好,我们,呃,还是在这个例子来写吧,哦,好吧,那我这呢,我就先把它,这一句打印注释掉,好吧,注释掉,OK,我们说,从键盘输入,我们需要干什么呀,还记得吧,导包,导那个,叫scanner包,是吧,java.utl下面的,scanner,scanner这个包,对吧,对,OK,我们现在呢,来一次, 首先呢,scanner,定一个input,对吧,然后另一个scanner,这边是setsm.in,对吧,对,OK,input,我们接收一个成绩是吧,对,next呢,那个in,我们还是整数吧,好,next in,接收一个整数,然后呢,这边是一个成绩,成绩我们叫,叫什么,score, 是吧,这是一个分数,是吧,拿到这个分数,OK,我们拿到这个分数以后呢,下面我们是不是要判断这个分数啊,判断这个分数的结果是什么是吧,那我就还是用这个表示啊,如果是这个,你输入了score, 即格,是否即格,是否即格就大于60,等于60吧,如果是大于等于60,那么就是什么,就是即格,是吧,即格正是一个,什么,即格是汉字,一个汉字是吧,一个字路串,所以我们就用双引号引起来就可以了,对吧,打上即格点,这就可以了, 然后一个,然后一个,冒号,对吧,冒号呢,后面跟着什么,不及格,就是,其他情况就是不及格,对吧,对不及格,OK,那我的反围值应该是什么呢,你看,这里面是一个字符串,对吧,对啊,一个用双引号引起来的,就输出了一个字符串,嗯,那这个呢,我们不能用这个int去接收了,嗯,因为字符,这个只能接收整,整形的这个,这个,这个数,是吧,对,好,字符串用什么来表示呢, 嗯,今天我们给大家引入一个,一个,如果来表示字符串的,这么一个,呃,类啊,实际上这是一个类,我们先先用的,啊,这个东西就来表示字符串,后面呢,我们在,呃,课程里面还会单独的去给大家去讲解,这个使俊,啊,这个类,它说的,里面的内部的一些原理,还有很多的方法,好吧,现在我们暂时先来用,啊,使俊, 使俊,S-T-R-I-N-G,这是表示一个字符串,类型,嗯,啊,表示一个字符串,嗯,是吧,嗯,它就表示一个字符串,用它来定义一个变量,S就代表着这个字符串了,嗯,这个意思,好吧,嗯,OK,好,那我们拿到这个S以后呢,我们最终是不是可以输出啊,诶,就输出了,输出这个,嗯, S,就说,我们可以把,诶,双语号连接,是吧,嗯,你,呃,的程序,为,什么,加上,S,是及格还是不及格,这是这个字符串,加上另一个变量是吧,加变量就连起来又是一个字符串,是吧,嗯,字符串呢,用加号是一个连接的意思,啊,也可以的,前面我们也这么用过,对吧,嗯,连接起来就可以了, 好,我们现在试试一下,好,编译,并行,诶,我们没有做提示,是吧,嗯,没有关系,比如说一个80,比如说,诶,你的成绩为及格,80肯定是及格的,对吧,对,OK,我们再执行一遍,比如说输一个40,那就应该是不及格发挥的值,OK,哦,诶,这个就是用三目运算,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,嗯, 好吧,是不是很方便,很快解,是,是吧,就两个,用两个值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,用这个方,用这个运算符来去做运算,嗯,好吧,OK,我们回到PPT,好,这是我们的三目运算符,嗯,好,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, 下面这个呢,是我们这个学习了很多这个运算符啊,前面是吧,啊,这么多啊,嗯,比较多,是吧,嗯,我们学习了这么多运算符里面呢,那么它的优先级又是什么,比如说我们在很多运算符一起连接使用的时候,哪个先运算,哪个后运算,就是表示优先级的意思,对吧,那这个比较多,应该说我们大概看一下啊,大概看一下, 那排第一位呢,是这个点,中号跟括号,嗯,跟括号,是按这个,从,从,从左到右,是吧,从左到右的顺序啊,来的,啊,来就排列了,这是排第一位持续的,然后第二位呢,是加加减减,这个,取返,是吧,嗯,取返,还有这个关键字,我们是后面在学到,对吧,哎,后面还在学到,还有这个第三个呢,也是我们后面要学习的这个,这个关键字,对吧,哎,第四个呢,就是乘除, 取,摸,取摸,是吧,哎,取摸,然后五呢,就是加减,是吧,第六个呢,是,这是什么,位移,位移,是吧,这是,左右移,右移,就是,右移,这带符号,右移,是吧,无符号,右移,这是,左移,是吧,左移,这是这样一个顺序,然后第七呢,就是这个,哎,这个,关系,关系运算符了,对吧,小一,大一,大一,等一,小一,等等,啊,等等,啊,一些这样排列下来,是吧, 所以这么多,我也记不住过一个,哎,这么多,我们确实不好记,是吧,不好记记,那么往往我们在实际应用当中的时候呢,我们可能也不会太去,呃,呃,去这个,太去纠结它具体所排的位置,是吧,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,怎么怎么办呢,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,啊,就是,你在,你要优先计算的那个表达式里面, 你加上括号就可以了,哦,括起来,哎,把括号括起来,你就OK了,错误了,哎,好吧,好,所以这个关系呢,大家先记一下就可以,好,然后呢,呃,你在不知道要计算哪个的时候,你就加括号,括号,哎,OK,是,好,OK,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儿,谢谢大家,跟着威哥混,未来一定顺,下节再见, 再见